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选择权相关的金融商品 其次 我们介绍可赎回债券跟可卖回债券 第三 我们介绍可转换公司债 我们先来介绍跟选择权相关的金融商品 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了这些衍生性商品 包含了远期契约 期货 选择权跟交换等等这些商品 而应用以上的这种衍生性商品的架构 所发展出来的投资实物相关的商品 就包含了可赎回债券 叫做callable bond 可卖回债券 putable bond 可转换公司债 convertible bond 跟认股权证 warrant 以及结构型的债券 structured note等等这些 我们先介绍可赎回债券跟可卖回债券 我们所了解的一般固定收益的债券 它的价格是跟市场利率呈反向变动 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当市场利率上涨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下跌 而当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上涨 表示当市场利率走低的时候 其他的投资标的 比如说定存的收益也减少 但是固定收益的债券 还支付原来约定的票面利息 所以它的价格会上涨 这个时候 发行债券的公司相对上 它的利息成本就比较高 所以为了规避市场利率走低的时候的这种风险 发债公司它负担相对上比较高的成本 就会负一个可赎回条款 叫做call provision 这种债券因应而生 就称为可赎回债券 callable bond 可赎回债券 它赋予债券的发行者 在特定的期间之内 得以赎回债券的权利 赎回的时机 在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 使得发债的公司 它提出的借款成本 也就是票面利率 相对上比较高 这个时候 发债公司 在比较之下 就会执行赎回债务的权利 在赎回债券之后 发债公司 就可以再依照走低的市场利率 再向资本市场发行债券 或者是借款 就是俗称的借薪还救 refinancing 而当市场利率下跌时 债券被赎回 这个时候 价格就被锁定 不再上涨 也由于 可赎回债券 赋予发债公司 在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 可以赎回它的债务 相对上 债券的投资者 就没有办法享受到 价格上涨的利益 也就是 当债券被赎回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 就被锁定 不再上涨 因此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时下 可赎回债券的票面利率 会高于一般 没有任何条款的公司债 我们可以看得到 可赎回债券的价格 跟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图 往右在市场利率上涨的时候 同样的 债券的价格是下跌的 但是往左 当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 发债的公司就会执行赎回的权利 使得债券价格的涨势受限 所以说往左会是一个 在一个利率之下 就被赎回就不再往上涨 这就是可赎回债券价格的关系图 相对于可赎回债券 还有一种叫做可卖回债券 叫做putable bond 它赋予债券的投资者 把债券卖回给发债公司的权利 卖回的时机 在于市场利率上涨的时候 也就是债券价格下跌的时候 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 可卖回债券的票面利率 会低于一般没有任何条款的公司债 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比较可赎回债券 可卖回债券跟一般的债券 假如A是可赎回债券 B是一般没有任何条款的债券 C是可卖回债券 在其他的条件相同之下 我们来比较看看 这三个债券的收益率 基本上要比较一个投资商品的收益率 就是在比较它投资的风险 因为可赎回债券对发行公司而言 可以选择对它有利 也就是说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赎回 相对上对债券投资者比较不利 所以投资者会要求比较高的收益率 相对上可卖回债券对投资者比较有利 所以这三种债券的收益率就是 A大于B大于C 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各位同学 欢迎回来期货选择权第十六奖 刚刚我们介绍了 可赎回债券跟可卖回债券 接下来我们介绍可转换公司债 叫做Convertible Bound 简称CB 可转换公司债 基本上它赋予债券的持有人 在特定的期间内 可以用特定的条件 转换成普通股股票的权利 可转债对发债公司的功能是什么呢 在炒创的初期 或者是新产品研发的阶段 公司对于资金的需求应切 假如发行一般的债券 资金成本会比较高 假如发行股票筹资 在公司成长初期 或者是新产品推出的时候 股价不高的情况之下 不仅募资不易 而且容易分散股权 因此若能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就可以用比较低的票面利率 取得资金 赋予债券投资者 在未来特定的期间之内 以特定的条件 比如说股价上涨后 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 对于公司的资金压力 跟股权分散的问题 可以同时解决 而对投资者来讲 可转换公司债 常被称为 进可供退可守的投资工具 进可供表示 当未来股价上涨 投资者可以依照约定的条件 把债券转换为普通股 获取股价上涨的利润 退可守表示 假如股价不如预期上涨 投资者仍可以享有 债券的复习跟期末的还本 也因此 这两种双重的特性 可转债就受到资金需求的公司 跟投资者的喜好 由于在标的股价上涨之后 可转债持有人 可以执行转换成股票的权利 假如没有上涨 就可以不执行转换权 这个权利就类似拥有一个买权 可以选择在股价上涨的时候 也就是说对投资者有利的时候 来执行转换的权利 当投资者执行转换的权利之后 公司债就消失 它的权利就变为普通股的股权 当转换的标的物 是不同的公司的股票的时候 这个债券就称为可交换的公司债 Extrangible Bond EB 而且也可以发行在海外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 就称为海外可转换公司债 英文叫做Euro Convertible Bond 什么时候会发行这种海外可转债呢 当国外的利率低于本国的利率的时候 或者是为了降低汇率风险 国内的企业可以在他国发行 以美元欧元日元或者是瑞士法郎 计价的海外可转债来募资 当然也同时可以达到国际行销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些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条件 首先它会有一个发行的面额 Face Value跟期限 通常面额就是10万块 国内采取平价发行 发行期限通常就在5到10年之间 转换的价格叫做Conversion Price 它就是转换成本 就是用来转换成股票的价格或者是成本 而转换的价格跟转换之间 比率就它的关系叫做转换价格是等于可转换公司债的面额 除以转换的比率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由于国内的可转债发行面额都是新台币10万 假如转换的价格就是转换成本是14.42元的时候 因此可转债它可以来发行10万块除以14.42元 可以转换成6934.8元的普通股 因此投资者可以视未来股价的走势 决定是否执行转换的权利 再来我们介绍什么是转换比率 叫做conversion ratio 它事实上就是每张可转债 可以换成多少股的普通股 也就是可转换股数的意思 比如说刚刚的可转债A公司1 每一张A公司的可转换成 可转债可以转成6934.8股的A公司 普通股 这个就是它的转换比率 还有一个条款叫做冻结期间 指的是在特定的期间之内 不得执行转换的权利 通常它是1到6个月 冻结期间的设计目的 在于为发行公司保有一段 低资金成本的时期 相对上也赋予投资者 在这一段期间之后 假如股票上涨的时候 就可以来转换成股票的权利 我们来看看可转债的票面利率 一般可转债因为赋予投资者 一个转换成股票的权利 所以它的票面利率会低于 一般公司债的票面利率 由于可转债它是赋予 投资者在未来经过了冻结期间之后 可以转换成普通股的权利 这个抵换的条件 就是会有一段期间的 低的资金成本 所以发行的公司呢 它支付的票面的利率 会低于一般公司债的票面利率 我们来看看可转债怎么来评价呢 先来看看可转换公司债的转换价值 由于可转债是公司债跟选择权的综合体 持有人享有在未来发行的公司 它普通股市债上涨的时候 可以依照约定的转换比率跟转换价格 把这张可转债转换成普通股的权利 所以可转债的转换价值 我们叫做conversion value 它就是跟普通股的市价有关 也由于转换的比率就是可转的股数 所以可转债的转换价值就像下一个市值 我们可以看得到 转换价值就等于转换比率就是股数 乘以普通股的市价 由这个转换价值的求算 可以了解市场上的可转债 是否具有套利的机会 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假如B公司它发行可转债 债券的面额10万元 转换的价格是50元 假如现在这个公司的普通股市价是46元 则这个可转债它的转换比率是多少 因为每一张可转债它的面额是10万元 而且转换价格是50元 所以说它的转换比率就是10万元除以50 就是2000股表示B公司它每张可转债 可以转换为2000股的普通股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这个可转债 目前可及时转换 则转换价值是多少 假如可以马上转换的话呢 因为现在的股票的市价是46元 所以转换价值就是2000股 乘以46元就是9万2000元 好我们第三个问题 是假如这个可转债市价在外面流通 是9万6000元 则投资者有没有套利的空间 假如没有套利空间的话 在不计算其他的成本之下 应该在股价涨到多少之后 才有套利空间呢 我们刚刚算了出来 假如可转债的市价是9万6000元 而转换后的价值是9万2000元 这个时候就没有套利空间 到什么时候才有套利空间呢 在9万6000元除以2000股就是48元 表示未来普通股的市价要超过48元之后 投资者用9万6000元来买进可转债 马上转换成普通股就有套利空间 所以我们同学或者是投资者 到目前就基本的了解可转债的价值的计算 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各位同学 欢迎回来 奇货选择权第16奖 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可转换公司债的价格行为 由于可转换公司债 它兼具公司债跟选择权的特性 所以它的价值就会是存债券的价值 跟买进股票选择权价值的合 当股票市价上涨的时候 可转债它就可以转换成股票 这个时候它的价值是跟股票的市价 呈正向的变动 但是当股价处于低档的时候 可转债的价值就是阳春债券的公司债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两种组合之下 可转换公司债它的价格行为图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往右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 可转债可以执行转换成股票的权利 享受股价上涨的收益 而当股价处于低档在左方的时候 就不一定要执行转换权 所以它的价值就会是一般的阳春债券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左方不转换跟右方转换之后 这种图形就是如目前同学已经了解的买进买权的形状 但是实际上可转债的市场价格 它会稍微低于它的理论价格 原因是可转债的市场的流动性比较低 而且实际上可转债转换成股票的程序比较复杂 所以投资者要求流动性的风险议仇 跟价格的风险议仇 我们往下再来看看可转债价格的因素探讨 除了以上所谈到的转换比率 转换价格之外 影响可转债价值的因素 还受到标的公司股价的波动性 还有现金股息发放的多寡 当标的公司的股价波动性越大 未来上涨的几率也越大 这个时候可转债转换成股票的机会就越高 而当股价下跌的时候 仍然可以享有阳春债券的基本的利息 跟期末本金的回收 而当公司股票发放的现金股息越多的时候 股价下跌的幅度就会越大 所以对于可转债执行转换的权利越不利 综合刚刚所谈到的原因 影响可转债价值的因素跟方向 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下一张表 我们来看看 当标的公司越好的时候 当然可转债它的价值就越高 当转换的价格 事实上就是转换的成本越高的时候 可转债价值就越低 当转换比例就是转换的股数越多的时候 可转债价值就越高 转换的期间越久 它可转债的价值也越高 当冻结期间越长 对投资者越不利 它对于可转债影响方向是负向的 未来标的股价市价的波动性越高 可转债越有上涨的空间 所以说是正向的 而股息发放越高 发放之后除息之后价格越低 所以说对于可转债的价值是负向的 我们接下来就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假如国内的锡公司 它目前可转债的转换价格是40元 而普通股的市价是60元 假设可以及时转换 我们来看看可转债的转换价值 应该是多少 首先我们先来求算 转换的价值是转换的比率乘以普通股的市价 因为每张可转债是10万元 所以说转换比率就是10万元除以40元 就是2500股 而普通股的市价是60元 所以转换的价值是60 乘以2500股就是15万元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目前锡公司 可转债的市价是16万元 则有没有套利空间呢 假如现在这个公司 它可转债的市价是16万 高于转换价值15万 所以不具有套利的空间 往下我们来看看发行跟投资 可转债的优缺点 由于可转换公司债的投资者 可以按时支领固定的利息 到期的时候回收本金 或者在一段期间之后股价上涨 就依照约定来转换成 发行公司的普通股 所以对发行公司跟投资者而言 都有不同层面的优缺点 对于公司来讲 它适用于高风险高报酬的 不确定性产业 适合投资效益年限比较久的公司 也适合具有筹资需求 但是股权不想要被稀释的 也适合刚成立 而且具有成长潜力的公司 所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的优缺点 我们先看优点 就是可以节省利息的费用支出 它比较低 而且股权不会被稀释 缺点是由于转换时点比较难确定 财务结构就比较困难上的管理 而且股物跟复习的作业比较复杂 对投资者来讲 优点它是具有保本型的投资工具 而且可以随着股价的涨跌趋势 来进行套利或者是避险 它具有资金的运用效率跟杠杆的效果 缺点是转换的时点跟到期日比较难掌握 比较可能产生资金的缺口 而且因为它兼具股权跟债权的特性 评价比较困难 而且流动性比较低 但是投资者仍然必须要注意的就是 虽然它是进可供退可守的工具 仍然具有违约的风险 我们今天介绍了可赎回债券 可卖回债券跟可转换公司债 都是跟选择权有关的债券相关的商品 我们了解了选择权之后 未来相关的衍生性商品 就可以如我们所需求来进行设计 今天先介绍到这边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